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第一次系统部署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分两个阶段完成目标 彰显国力 中国巴黎奥运的金牌榜跟美国是一样的 都是40枚 中辉说目前的情况看起来是地缘政治的博弈 不减反增 8月初美国股市和日本股市历史性的巨幅波动会不会在这个星期延续 这个星期美国会公布7月份的CPI PPI 零售销售还有就业数据 日本会公布第二季度的GDP数据 这些数据市场正在密切的关注 紧紧的盯着会有些什么影响 在上个星期动荡的一周呢 在周末的时候终于平静下来了 上个星期五市场风险情绪继续修复 美国股市星期五收轻微的上涨 十年前的美债收入率已经回到了非农数据公布之前的水平 VIX也是在回落的 但外围经顶这个星期美国有关的经济数据 8月13会公布7月份的PPI 还有核心PPI 8月14会公布7月份的CPI 以及核心CPI 那么8月15号会公布零售销售额 以及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在这个部分呢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预测会有23.6万人会高于预期的23.3万 至于日本会在8月15号公布第二季度年化经济节调整之后的增长 大概有2.3%的增幅 会高于上次的2.9% 华尔街到底有没有出现熊市 从美国股市上个星期五轻微的上涨 整个星期虽然有大幅度的波动 但是道指整个星期只有回落0.6% 标普和纳指也都是轻微的下跌 0.04%和0.18%来看 分析认为目前并没有太多衰退迹象 也没有熊市的特值 相信股市未来几个月还会向上 但是市场情绪很重要 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就说 联储局如果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内减息 美国消费者可能会感到沮丧 一旦消费者进入了负面情绪 短期之内就很难逆转 那么对于共和党的总统后选人特朗普提出 总统在美联储的决策上应该有发言权 这个美国银行的行政总裁认为 从世界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央行看起来的话 有自主权的国家 他们的经济发展都会是比较好 当然还是反对特朗普有所谓的 这种干预美联储决策的这种言论 在日本方面日元财昌槽 引发了上个清晰 日本股市曾经大跌12%以上 这几天的数字显示日元沽空的压力在减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日本央行 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应该也不会加息了 日元沽空收敛净弹仓大幅度的缩减 到8月6号为止的一个星期 对冲基金持有的日元净弹仓合约数目 削减到了削减49000多张 创下2006年由统计以来的第五大减幅 现在只剩下20243张 枯空金额由前一个星期大约57亿美元 缩减到18亿美元 相比之下 6月底到7月中的连续三个星期 日元净枯空合约数目超过了 11万张的近7年来的高位 Morgan Stanley估计超过60% 以日元作为融资货币的套息交易已拆仓 富瑞环球的外汇主管就说 日元套息交易突然拆仓 使市场人士措手不及 蒙受损失 相信要一段时间凑才可以恢复元气 关键还在于 日本央行会不会在今年再次加息 日本央行前委员英景珍就说 日本央行在今年剩下的时间 不会再次加息 他在接受外电访问的时候说 日本央行寻求使得利率 正常化的意向值得鼓励 但是早前跟市场沟通不良 所以市场大幅度的波动 日元对美元在星期一 跌到了146、147 低见147.28 美元会价是在103.12到103.24 日本股市在星期一是休市的 A股在星期一 虽然轻微的下跌 但是两市的成交额不到5000亿元人民币 内地呼声股市今天窄幅震荡 两市成交额缩量到不足5000亿元 上证宗指收盘2858点下跌4点 深层指下跌20点爆8373点 创业板指数轻微下跌3点作收 港股好但争持 成交也是缩量到将近半年来的最少 恒生指数收盘17111点上升0.13% 国企指数升0.2% 科技股指数跌0.2% 主板成交703亿港元 港股这个星期会有所谓的超级业绩周 包括了腾讯阿里京东都会陆续放版 市场观望的是他们有些什么的回购动作 业务又有些什么要调整之后的增长 从腾讯的这个部分看起来 市场认为腾讯在8月14号公布的第二季度业绩 可能会受惠于内地游戏收入恢复增长 生成是人工智能 跟视频号对广告收入增长的贡献 以及毛利率持续改善 多间券商就预测 今年第二季度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净利润 预料会在468亿到502亿人民币左右 比去年同期的300多亿元增幅 可能有24.7%到33.7% 中位数增长大概有28.1% 至于阿里巴巴会在8月15号星期四公布到6月底为止的第一个财季业度业金 彭博数据显示 市场平均预了阿里巴巴到6月底为止的季度收入有2490多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6.7% 如果说这个调整存力来看的话 经调整存力大概会有300多亿元 按年跌14.5% 主要是因为海外业务亏损或者因为广告和用户优惠等推广开支上升有所扩大 另外还要公布的就是京东也在8月15号会公布业绩 市场认为净利润大概会有27%的增幅 主要关注的是618的销售带来的影响 还有联想也会在8月15号这天公布他们的最新的业绩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最重要的代表性 那就是民营经济造就了民营企业家在排行榜当中 我们看了一下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有不同的首富出现 比如说2010年是发哈哈的创办人宗庆后 那么在后来几年有三一中工的创办人 还有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 从2020年左右开始上市之后的农夫山泉的创办人 钟闪闪就一直是成为中国的首富 不过排行榜虽然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排行榜说现在的中国首富已经被超越了 是拼多多的黄正 这个庞榜是从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来计算的 电商平台拼多多的创始人目前44岁的黄正 最近问鼎了中国首富 他以486亿美元的身家反超 从2021年4月以来一直占据榜首的中国瓶装水大王 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80后的中国首富 得益于低价策略和拼多多海外版T-MU的急速扩张 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成功从竞争激烈的电商赛道 杀出了一条邪路 这个标题很清楚 拼多多创始人成为中国首富 但是听听前一个首富 钟闪闪他的感受 说成为首富之后失去了自由 他最近在接受央视对话节目访问的时候 回应外界关注的首富的责任 企业的传承还有网络暴力等等议题 他强调农夫山泉不是美国控股 永远属于中国 他在这个访谈当中有很多的感触 有很多的感受 整个访谈从文字上看起来是处之淡然 但是他谈到网络暴力的时候 怎么说 说身处网络时代有人认为流量为王 但对他来说流量是一个中性词 给他装着善 他就呈现善 如果装着恶 就是散发恶 如果流量在舆论环境下不承担法律责任 那流量一定是一种恶 到某个程度就有破坏性 而水军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 如果说这个掌握水军的演算法 那么恶放大的话在面前就会更加的恶 所以在流量面前应该要有法律底线 我会怎么看 就是中国这个首富 所谓这个首富的排行 它其实反映的是商业模式 所以对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加上海外的市场 无论你是用电商 还是你是卖水 甚至可能卖榴莲 它都可以成为首富 所以这里边确实是要杀出一条血路的 但从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 还有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拼多多 他能够打败阿里和腾讯 这里边就是说他进步的比 别人进步的快 我们不能说马瓦腾这边就不进步了 因为他今天的盈利还是很多的 也不能说这个阿里就不进步 阿里在海外也是布局的非常成功的 但是我们说就是从资本市场 它是往前看的 投放到今天 你的股市市值高 那在资本市场认可你 那你不行 你得反思 为什么自己会掉下去 当然这里边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钟伞伞 他说的这个网络的流量的相关问题 因为很多人他有莫名其妙的想法 这些想法有可能是对的 比如说中国的首富是卖水的 人家那个首富是造火箭的 你不能够这么比 因为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底下成长起来的 但是一旦他成了一种势力之后 他会用各种方式来攻击你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就得明确的要给这次让中山传出来 一个小时访谈的新闻媒体点赞 就二十天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鼓励中国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大家想一下世界一流企业的核心是什么 是企业家 就是关键的时候 在他被恶意攻击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相关的部门 权威的部门要一定组织在流量上 在其他的形象宣传上面 给这些企业家证明 帮助他们去度过网暴 我们可以从这个所谓的不同的财富排行榜来看 排名越前他们越低调 越不愿出来接受媒体的访问 适当的时候还是应该出来见见大众的 在香港方面我们看下排行榜 多年来的排行榜首富还是李嘉诚 以地产为主 实际上李嘉诚的产业还是有很多的 不过在香港方面的目前的经济节奏感 看起来地产还有金融 仍然是香港经济结构当中最重要的 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目前地产经济是受到影响 还在下跌的阶段 媒体报道说 传统豪宅地段的单位 现在出现上车盘的售价 上车盘就是比较便宜的售价 在楼市下跌之下 西半山传统的豪宅 是在尖道金谷大厦 有三房居然以612万元售出 一平方英尺的指价 只有10680亿元 相当于沙田第一成 可能还稍微便宜一点 所以市场认为楼市仍然没有止跌 短期会有更多的豪宅地段 的物业售价会随着大势向下 这时候信报也做了一个分析 说汇丰银行调降了20个单位的估价 比上个月多了43% 业界预料楼价的跌幅在收窄 在美国减息之后 劣势应该可以扭转 香港大酒店就是经营半岛酒店的大酒店集团 董事总经理行政总裁郭靖文就说 通关之后长途客回到香港来 还没有完全回复到当年的盛景 香港的旅游业还是比较弱的 呼吁香港人不要唱衰自己 要齐齐出力推动旅客丛林 下期回来关注 前期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欢迎回到军事财经 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决定 各项内容持续在推进 最新的我们看到的是 在决定当中对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做出了部署 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最近有关部门公布了相关的意见 这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这也是中央层面第一次 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 提出两个阶段 当中包括了到2030年 节能环保产业规模 达到人民币15万亿元左右 还第一次全面推进绿色消费 供需两次发力 到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要取得的显著成效 到2035年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基本建立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意见提出 在主要目标方面 到2030年 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取得显著成效 到2035年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基本建立 碳排放达峰后 稳中有降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意见提出 要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 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格局 打造绿色发展高地 深入推进越港大湾区建设 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打造世界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 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 坚决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 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 到2030年 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 要加快数字化 绿色化 协同转型发展 深化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工业互联网等 在电力系统 工农业生产 交通运输 建筑建设运行等领域的应用 意见提出 要参与引领全球绿色转型进程 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 气候治理体系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加强南南合作 以及同周边国家合作 大力宣传中国绿色转型成效 加强绿色投资和贸易合作 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修订 意见最后指出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各有关单位 要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法典和能源法 节约能源法 电力法 煤炭法 可再生能源法 循环经济促进法 等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工作 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 和碳达峰 碳中和专项法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维基16天的巴黎奥运 在星期天闭幕 这一次在金牌榜方面 我们看到中美两国 最后都是一样拿到了40枚 但是中美两国的代表队 都是比拼到最后一天 中国国家队跟美国就这一届巴黎奥运金牌一哥的位置 都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项目 比如说中国国家队由李文文 在举重女子81公斤以上级别 夺得这一届第40金 刷新国家队在境外奥运会单届最多金牌记录 美国在单车女子全能赛和最后一项的女子篮球赛 连夺两面金牌 金牌数追到跟国家队同得40面 纷纷都是在这一届奥运当中获得金牌最多的国家 国家队40多年来夺到的奥运金牌超过了300枚 标志的中国的新高度 中国第一面奥运金牌是在1984年 由徐海峰设下奥运第一金 40多年来中国300多面金牌 代表着中国体育的重要里程碑 其实不只是体育 体育的背后就是经济还有政治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 奥运成绩彰显国力 中国闯高峰海星举 在这趟法国的客场当中 中国仍然能够跟美国并列 一流体育大国的地位毋庸置疑 向中国选手今年平均接受了21次要减之多 远超美国的6次和澳大利亚的4次 而潘展乐本人政策回应 只要合规合理 队员无惧高频要紧 破记录的夹击 源于实力和科学训练 这个要紧的问题 也是这次巴黎奥运当中 中美两国较近其任何部分 美国的不公平对待 也被揭发是双重标准 被讽刺 被认为美国是一个虚伪的国家 巴黎奥运式国际赛事 受到全球意识形态转变 大国政治博弈的影响 突起了全球政治两大趋势 也就是全球极有势力的扩张 和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中国 这次中国代表队很成功很不容易 中共中央国务院向这届的奥运代表 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说你们的优异成绩和出色表现 进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震发了民族精神 凝聚了奋进的力量 还有港澳办也是发贺电 赞扬香港的代表自强不惜发挥石子山的精神 这届金牌榜的榜首争夺是到了最后一分钟 就是最后一个项目 美国女蓝是60起比66 一定是最后一秒才能够决出胜负 这一面金牌就决出了中国和美国是并列第一 所以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反兴奋制机构 它对于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过分骚扰 就是这边是21次人均 美国是6次 澳大利亚它是水上大丰收 4次 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为你看在前一个半程的比赛当中 这个中国运动员往往 它是在最后一下就不行了 银牌和铜牌不少 但是他们都有足够的拿金牌的实力 但是它没有体现出像潘展乐这样 可以一咬牙把它们都拿下 没有这种超强的事 但是拿金牌的实力还是有的 就和这个频繁的检测 打乱了它正常的训练和休息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谋论的话 也可以想 可能美国早就算到了 在这一块 如果它丢掉 很可能就是在它自己的长项 被中国给拿走了 对吧 因为一正一负就是两面金牌 而且它另外一个强项 大家又爆出它的黑幕来 就是它的运动员 号称是有这个精神上的障碍 它是可以吃药的 包括它拿金牌 那个最著名的女子的体操运动员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 我们就非常担心到2028年 在洛杉矶举行奥运会的时候 美国在这一方面的政治黑手 是不是生得更长 这一届在巴黎还算是比较中立 而且确实是一个很欢乐的场面 不管各方有不同的认同 但总的说治安也是不错的 然后和英国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所以这届奥运会还有残奥会 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过去 所以我们是希望 为了地缘政治的这种斗争也好 对抗也好 对治也好 不要影响奥运会 它的宗旨是什么 就是为了和平 所以奥运期间休战 但是美国它把这个事情操作得越来越剧烈 不选俄罗斯白个俄罗斯的运动员出来 只能个别的出来 其实在女子体操方面 男子体操方面 俄罗斯是很强的 所以这次美国能够拿到世界第一 也有很多它安装布局的成分 谢谢文辉 在美国大选方面 关注的就是哈里斯 他连这个三个关键州的民调支持 已经超过了特朗普了 另外在赌盘方面 也认为哈里斯会超越特朗普 这都形成了美国大选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我会最后来谈的是 哈里斯民调领先 特朗普跟万斯 可能会表现得更加的怪异 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哈里斯的演说 特别是这个沃尔兹的演说 沃尔兹的演说 我看了他第一次露面的时候 非常惊艳 就应该说他的演说风格 比特朗普和万斯还要厉害 所以大家是低估了他 据说不用读稿 即兴收拧来就能说 还非常的温和亲民 而且他攻击对手的时候 带着大家一起喊口号 非常厉害 因为他很有只耳朵 他老摸耳朵 大家以为他紧张 其实我看他一点都不紧张 而且特别能一人散到 而且经常蹦出 三句就能出一句金句来 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哈里斯选了他 应该是对他 不但没有失分或者维持正常 应该可能会得一个比较大的分 特别是他们两个辩论的时候 现在的情况来看 哈里斯可能最后一关是什么 就是9月10号的辩论 民主党这边其实高人也很多 共和党特朗普是特别相信自己 他觉得自己是最棒的 这人一向就是这样 那么哈里斯这边 看他听取了很多建议 比如说原来的时候 拜登他强调的是叫民主 用民主来打特朗普 说他不民主 但是哈里斯就不做这个民主的事 他选择是自由 自由为什么他选呢 有一个说法说 他的口音念那个自由两个自由 有点像唱歌一样 所以很打动这个选民 还有呢 自由本身是共和党的白人选民 最喜欢的 比如说他们要拥枪的自由 要其他方面的这个自由 但是呢 哈里斯把这个自由演绎成 他这一派人需要的自由 比如说堕胎的自由 比如说不受那个 枪击事件暴力威胁的自由 这样他就把自由这个词 愣生生地从特朗普 那个团队那边挖到了这一边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 哈里斯和特朗普 代表的就是两个美国 一个是老白男 哈里斯这边就是多元化的 传统的美国价值 慢慢的哈里斯他要拿这个 去说服对手的老白男 里边的领域 特别是摇摆州里边 还是老白男 占主导地位的 那么这个沃尔兹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帮手 因为这个他也符合 老白男的定义 60岁 而且呢 他说的是一套一套的 他治理这个 自己那个州 当州长呢 又是做得非常好 所以在下一步 他现在还没出 自己的政纲 要等民主党的党代会 才出来 还有辩论当中 怎么出来 我想呢 他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 他的弱点就是经济 但是特朗普呢 他越来越怪异 他说以后联储 就他来管 那就更怪异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就开始相信 哈里斯比他有能力 可能这点是特朗普 没想到的 是的 最新的民调 金融时报的民调就是说 现在更多人相信 哈里斯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比特朗普多了一个百分点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